日前北京警方根据群众的举报在朝阳区安徽北里一带连续的端掉多个蔓延嫖娼窝点 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员27名 其中广受外界关注的网络大杯薛蛮子 中文名薛碧群被警方当场抓获 经过进一步查明他不仅嫖娼还涉嫌聚众淫乱 目前案件正在审查当中 记者了解到今年8月下旬以来陆续有群众举报称 北京市朝阳区安徽北里一带卖淫嫖娼窝活动比较严重 周围居民群众反应强烈 接报后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组织精干警力迅速采取行动 连续断掉多个卖淫嫖娼窝点 先后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27名 公安民警在安徽北里某小区以卖淫嫖娼窝点现场 抓获两名卖淫嫖娼人员时 涉案男子声称自己是美国人 要让自己的律师来处理此事 警察这名男子是美籍华人 中文名薛碧群 微博名薛满子 涉案女子张某河南淮阳人 据薛张二人共认 今年8月初以来 二人通过梁某介绍建立联系 不到20千时间里 先后三次在安徽北里一带的梁某张某赞助地 进行卖淫嫖娼窝活动 前两次薛每次付嫖资1000元 抓获当日付嫖资1500元 警方查明 除张某外 薛碧群还与此次行动中 抓获的多名女性涉案人员 存有卖淫嫖娼关系 并多次聚众淫乱 特别是今年5月中旬以来 薛碧群至少与10名以上卖淫女 频繁进行卖淫嫖娼 聚众淫乱活动 据这些涉案女性交代 她们不知道她就是薛碧群 更不知道她是大名鼎鼎的大威薛蛮子 只知道她是她们的常客 外号老顽童 她要求女孩年轻 性感 苗窍 有特殊性喜好 尤其喜欢在同一地点 一次连续招嫖 或同时与多名女性聚众淫乱 还经常拖欠嫖资 就在8月22号 即薛碧群因嫖娼被抓获的前一天下午 薛还打电话给其中一名涉案女性马某 要求帮忙联系女孩 但马某嫌薛碧群经常欠负嫖资 没有答应 薛碧群自己跑到马某住处 马某找来4名女孩 薛就在马某住处 与其中3人进行了聚众淫乱活动 据薛碧群供认 她在国外生活期间染上了嫖娼恶习 来中国后继续频繁嫖娼 对嫖娼和居众淫乱活动激进痴迷 8月24号下午 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部门按照有关规定 李江薛因嫖娼被警方依法拘留情况 通报美国驻华使馆 27号下午 美使馆已派员对其进行了领事探视 谢谢大家